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好久不见 最近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假日 中国国庆假日会放7天的长假 所以近期中国各地的动物园 景区人满为患 我们就看到了十一国庆旺季 为了满足旺季的需求 我们知道中国人是非常多的 中国多地的动物园 他们竟然把狗狗染成了大熊猫的样子 大熊猫在台湾叫做大猫熊 为了满足十一国庆假日 游客激增的需求 而这些大猫熊竟然会汪汪大叫 狗里狗气的 这里的熊猫看着怎么狗里狗气的 还会摇尾巴 可能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吧 我们这里叫狗 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 你可能以为这是偶然事件吗 其实不然 近期发生在中国全国各地的动物园 都发生了类似的这种状况 同一时间呢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手段 也发生在中国安徽的动物园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状况 远在中国山东的网友也发来了投稿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其实大多数如果去过动物园的人 我们多少还可以分辨出来真假 但是呢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农村人口 一些老人啊 小孩啊 几乎是没有办法分辨这些动物的真假 因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看过 这些动物的真实的样貌 那其实我们这些常常可能都会去过动物园的人 其实多少能够分辨出来觉得有点异样 但接下来呢 在中国呢 还有许多的动物园 他甚至采用了先进的技术 像我们这些人呢 还真的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这个中国的技术Made in China就是牛逼 那就是有些动物园呢 直接让真人戴上了仿真的动物头套 那眼睛会动 鼻子嘴巴甚至舌头都能蠕动 啊 你这就没有办法分辨真假了 看完了 我还一直在怀疑 这应该就是真的动物吧 但其实看了留言区之后 发现很多中国网友留言说 这其实在中国各地的动物园 现在已经引进了最新的技术 这些细胶做成的 甚至五官都能动的 你根本就没办法分辨这些真假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 仔细看 这些个动物 它都是假的 都是人眼的 星哥告诉你 就是其饲养员 带上了特别专业的道具 为什么呀 因为真动物成本实在太高 特别是这种大型食肉动物啊 一天要吃二十多斤肉 那多贵呀 更重要的是 这真动物的互动性太差 有的狮子老虎躺那一睡就是一天 这游客啥也看不见 口碑不好啊 所以只能上人呢 哎 你别说 现在这道具 那做工是相当的精致啊 你看那造型 你看那毛发 栩栩无声 以假乱真啊 Zoo in China says it's simply not true that it's been using a man dressed in a bear costume Mike keep it together instead of the real thing at sun bear enclosure video shot by a visitor showed a figure standing upright with many online time and you could even see where the costume didn't fit probably but the zoo insists it's some bears are in fact bears adding it would be too hot for anyone in a costume to get away with it that's not a bear I think it is a bear you're going no bear 那刚刚我们看的是最新的技术 其实在几年前呢 技术还不成熟时呢 就有中国的生产动物模具的厂家 和动物园进行了初步的合作 和测试啊 发现游客大多根本就不会发觉 动物是假扮的 而且你想想 那个时候的技术还不够成熟 甚至动物的五官 基本上都也不能动 但是这种状况之下 这种技术还不成熟的假扮 还是有很多人 根本就分不清楚 动物模具最新产品测试 你看像人一样 谢谢妈妈 你这种人 这叫人 我跟人 他叫人 他叫人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画面 其实已经是好多年前的技术了 所以动物园里面还没有真正做到逼真的表情 远不如今天 你想想以今天现在的这种技术 动物园里面还有几只是真正的动物呢 毕竟用真人假扮 其实真人的薪水远远不及 一只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成本来得高 聪明的这些中国人啊 中国厂家啊 其实都达到了双赢 那首先这些生产假模具的商家 肯定在一个新的浪潮里面 获得了新的这些市场 然后呢 这些动物园呢 又大大的利用了这些厂家的新的技术 大大降低了园区的那些成本 毕竟你要养一只国家级的保护动物 不光是引进跟购买动物本身的这个价格昂贵 尤其是这些动物每一天后期的这些日常照料啊 这些保险啊 这些看病啊 这些养殖啊 食物的成本更加高 所以我想啊 这个在未来可能就有一种趋势 去中国的动物园 我们会发现很多动物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甚至到了后期 可能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人类扮演来的 未来这种状况 我想必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可能会普及开来 毕竟我们伟大的祖国现在还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 一旦这一种技术 这一种状况全面的普及的话 你想想许多的动物园就开始有直缺了 对不对 需要大量的小粉红 大量的人工进入园区进行假扮国家保护动物 所以很多的中国的失业者啊 中国就业难的问题就会解决啊 对吧 大量的小粉红进园区 以前毛泽东时代是大量小粉红 红卫兵啊 下乡 对吧 现在就是大量的小粉红 未来可能就进入动物园 你目前的一些小粉红呢 未来可能就真正的有了一份养家狐狗的工作 所以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留言区来留言分享 那对了 看到这里不妨大家给我的影片按个赞 留个言 因为我长期没有更新 所以YouTube可能会不太推荐我的影片 我希望Emotion的观众朋友们 一秒钟帮我按个赞 随便留个言 来为我的影片增加成效 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那对于刚刚的这个事件呢 其实一开始还没有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争议啊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发现这个真假 因为老实说在中国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去过游乐园的 所以很多人这辈子没有真正的见过 这些动物真实的样貌是怎么样 所以说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议 直到有游客感觉到这些大猫熊 狗里狗气的 觉得不对劲 于是拍下来啊 发到了网路上才引发争议 最终呢 也有一些园区的工作人员回应争议说 说实际上大家来动物园的目的不是搞科研 而是为了开心和放松 而这些虽然不是熊猫 但这些狗狗足以给大家同样带来欢乐 熊猫本身也是属于犬科动物 并且大多数游客也察觉不到差异 很多老人小孩都没有发现 因为许多人可能都是第一次见熊猫 所以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见 希望大家能理解园区的安排 熊猫狗不仅给大家同样带来了欢乐 也缓解了原方的经费和支出成本 因为一只大熊猫很昂贵 尤其是后期的日常支出更昂贵 因此希望能理解 那显然原方的这些回应呢 是在避重就轻 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他没有针对大家讨论的诚信问题进行回应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动物也被假冒 像是一些什么那些鸟科动物啊 基本上都是家里面的一些鸡啊 可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鸡 然后甚至一些老虎啊狮子啊 都是用一些狗狗来扮演的 这个啊当然我刚刚讲了 这可能是比较低级的扮演 其实有些园区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甚至都区分不了这个真假 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 动物园的狼 上面写的是草原狼 然后狗叫 听说是台中的小熊猫 飞机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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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江山动物园的非洲狮 非洲狮 谁还要不要 哎呦 小女孩 小女孩 兄弟们今天来动物园看小矮马 看看这波手动物园 乖乖的花二十块钱 四个人花巴士来看女的 帅啊 你看空圈 你看多好看 这你妈是空圈 那个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啊 就是海鸥是吧 就是这个是海鸥 走到狼区的时候 就发现里面惯的是两只哈士奇 然后有一位阿姨呢 还飞给我们讲说他就是狼 然后那个狗叫了鸭子 再来相信 你的伤害性不大 不仅仅极强 那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发生在中国 各地动物园的这个状况啊 其实在中国不只是动物园 我们看到啊 最近假期还有公园 那由于中国很多地方生态的破坏 许多地方的野生动物骤减 那聪明的中国的园区呢 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很多的公园呢 由于生态的破坏 那些公园里面没有鸟叫 没有蛙鸣 但是很多的公园呢 却用人工的方式 装上了一些机器 发出了鸟鸟鸟叫的声音 蛙叫的声音 这个 我不知道 中国人怎么这么聪明 这个确实意想不到 那像是这些公园呢 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都可以见到的 但现在都面临着造假的这个问题哦 很多人会说那中国的一些比较风景名声 比较知名的景区总该不会造假了吗 还真的不是哦 那近日啊 中国中原文化发源地河南省的5A级的景区 云台山也发生了这种类似的状况 那一名男子呢 为了寻找云台山这个全球全国知名的一个瀑布的源头啊 他就爬上了亚洲第一高瀑布的源头 那结果发现这种国家5A级的风景区也是造假 这位男子就发现了分布在景区各地的这些瀑布 全部都是人工瀑布 怎么做的呢 那山顶的瀑布呢 源头却是一根水管 这就是云台山的天瀑源头 这一大根水管 水管在这里 伪装成山堤 这个就是水管 一直往上面 往上面送水 300多米的瀑布 从这里流出来 这个地方是 从这个改道改过来的 其实呢 刚刚我们看到这些中国的乱象呢 其实还真的都不算什么 那过去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做过了 我们中国同胞啊 横起来 连自己人餐桌上的食物都不放过 食物都能造假 各种化学添加剂也不算是 连这种肉蛋奶都能造假 大家有兴趣看一下右上角 我们之前做过 关于中国甲排骨甲肉的相关的节目的报道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今天的陪伴 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赞留言啊 只要一秒钟的时间 因为我们近期没有更新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这个支持 你的举手之劳能够帮助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跟看法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互动 分享你对于此事的看法 下一步他们会把什么动物的毛发进行染色 来假冒其他动物呢 发挥一下你们的创意 在留言区来讨论分享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帮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